這實在是老年說跌不去中間 騎過一日雙塔這個是不是對你來說是小Case 我老實講 一日雙塔那個車子是有特別設計的 這個標準動作要 有一個名詞叫Bicycle Feetting 你要坐上去 用一個攝影機要貼電機 然後再騎一個鐘頭 他會控制座椅跟把守的長度高度 他全部都一直在移動 把你騎一個鐘頭以後 他會算出你全部要的參數 我後來騎一日雙塔那一趟車在哪裡 你現在曉不曉得 在捷安特的台中總部 後來我去看 哇塞在那裡 那個要完全都量過的 參數全部都是設定的 所以一般這種騎這樣可以啦 真的要騎那幾百公里 一定要完全就要用科學的 所以你明年是真的想要再騎一次一日雙塔 一日雙塔很難 一日北高比較容易 所以明年還會再騎一次 我真的想去騎 你有規劃年初年中還年尾 通常要騎一天騎二二八那一天 市長來幫我們講一下就是說那個官傳局在台北電臺 就是一直跟進友主持的節目 然後那個節目就是找了激進黨的陳柏惟去上 聽說好像就是讓黨內其他人覺得好像都沒有造客到家人 沒有啦這只是表示我們台北市政府一向 其實我們就是什麼太公開然後太公平 所以人家說什麼黨政不能說拜託我們是最黨政婚禮的 我們從來不會說我們要用台北電臺來做自己人的廣告 我們不會 所以你們不要講科門道還不曉得這件事情 那因為陳柏惟他就是被大家示威就是說比較偏陳菊那邊 所以大家會覺得就是說這個安排好像有點在扯女後腿 所以表示說我們從來沒有在管這種事 那現在會覺得就是說希望就是安排黨內的人上嗎 還是就是說他這樣子安排候選人去上 也會被大家提說行政不中敵 所以我平常心啦 就是說你適合不適合 總要說事出有名 你要有一個什麼樣的理由 也不是說候選人就不可以上去 總要奧一個就比較reasonable 我們每次都reasonable R-E-A-S-O-N-A-B 就是合理的合理的理由 所以你覺得他就是邀陳柏惟去上那個台語的節目 你覺得這個是合理的嗎 你要問大雄 你自己看起來勒 其實我老實講我對這種事一向不太管 我常常說沒有 我還是亞當斯密斯的信徒 每個人做他喜歡做的事 合起來 每個人把他的工作做好合起來就國家最大利益 市長剛剛看到這個李敬的競選辦公室蠻漂亮的會覺得有點羨慕 有很漂亮嗎 桃園的也很漂亮 起碼滿大的寬敞 然後又有總統 這個錢 這個 不同的錢有不同的做法 因為相較民眾黨好像 有啦 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一直認為選舉費用太高 是台灣正式敗壞的開始 所以每次說我們想辦法壓低選舉費用 早上第五姐說他有被推薦部分區 是你推薦的嗎 啊 這是這樣啦 我們在想 因為老實講 我們第一次要進立法院 所以還是要有一個組織 而且老實講 我們大概部分區差不多定案 不敢說完全定案 八成多定案 我後來去看一下 真的是海選的 這是大部分都是來自台灣各地的海選 所以這種海選有個缺點 有時候人家說無盒之重 意思是說彼此都不認識 所以還是要有人去負責 要怎樣 打那個call起來 所以有時候不得不把蔡壁如調到那裡面進去 不然就是每個都不認識 要怎麼運作是個問題 所以壁如姐會是排第幾名 有可能是第一名還是第幾名 到時候再講吧 那你現在的安全名單有幾位 沒有啦 現在要拆什麼安全名單也不準 要差不多到前面最後是封關前十天 最後的民調看會比較準 市長你今天早上幫李靜穎站台 幫郭家軍站台蠻熱鬧的 那未來會不會邀請郭台銘來幫民眾黨的子弟們站台 因為相較於上午的活動 下午好像人比較少一點 哇這個老實講 這種其實財力還是差很多 坦白講 你的意思是說就是早上 沒有啦 郭董是這樣啦 如果他還一點齁 其實他也是國際大老闆 像我就知道他最近又要去美國 不然做什麼 反正他們我跟你講 這種國際公司的大老闆 真的可以輔選的時間沒那麼多 所以郭董他是沒有計劃來幫民眾 不會啦他有講說可以來幫忙 但是拜託不要那種前一天講 你說兩個禮拜前跟他講 他可以時間排得出來 他還是可以幫忙 那有敲定嗎 就是未來先從哪一個參選開始 應該蔡碧瑋會去跟蔡欣宇兩個去對時間 好沒事沒事的沒事的下課下課 候選人 候選人 那個有學生反映說你那布條啊 就登記扛在那個校園裡面 這樣好像不太好 我在校園裡面 對喔 有人反映 我怎麼打花園 這麼多花都跨五 校園裡面校園外面 外面 外面 那個是校園外面 那個我們是一開始的地方 那我們馬上有拿下來 我們馬上就拆下來了 就掛那個集合那時候掛 馬上我們開啟了之後 就馬上他就來了 是室外 室外的 室外 室外室外 好了好了好了 哇 要老花越來越厲害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